不刺激不解说,这里是C位首剧 老爷生前也是个体面人呐 即使死去三年,夫人还是每天专门安排保姆给老爷做饭 由于别墅、大院,门口有恶犬 前来应聘的保姆小院,只得翻墙而入 恶犬当即发现了他 慌了之中,鞋都跑掉了 恶狗还是穷追不舍 我又不是鸡翅堂家,你追我干啥呀 小院好不容易冲进了房间 恶犬还是不愿意离开 只是在门口狂吠,并不敢进来 房间里竟然有一个长相可怖的驼背老管家 这比恶犬更吓人 告知管家是来应聘的 小院见到了这个妖艳的女主任 经过从下到上的一番打量之后 女主任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告诉小院,可以暂时留下来 代替已经生病的王妈 如果王妈病死,小院就可以长久坐下去 最后提醒他,进了厨房就不要随便出来 而且老爷的菜不可以放盐 最后就让老管家带他去厨房 小院刚出来就被恶犬发现了 立刻狂叫 老管家只是看了一眼 狗狗立马安分了 狗狗表示 我们也许是狗 但老管家你是真的不像人啊 按照菜单要求 小院开始做早餐 这时保安走了进来 小院客气的让他吃早餐 保安知道是给老爷做的并不吃 小院问他空鲜粉在哪里 保安让他去问王妈 来到王妈的房间 只见他已经上吊了 听到呼叫 老管家过来将王妈放了下来 幸好来得及时啊 王妈并没有死亡 只是看起来有些神志不清 喃喃自语的说着 求老爷放过 惊魂未定的小院 被老管家带到厨房 继续做早餐 表示又不是你上吊 你怕什么呀 保安开车送女主任出去 车上说王妈又犯病了 女主任对此嗤之一鼻 老管家躲在暗处 看着他们离开 早餐终于做好了 由老管家送给老爷 不一会儿原封不动的端了回来 老爷不吃 担心自己会被辞退 连忙问怎么办呢 老管家只说 想要拿工钱就要听话 躺在浴缸里 想着今天的林林总总 小院显得有些心神不宁 突然有个黑眼出现在外面 壮着胆子跑出去一看 竟然是王妈 拿着菜刀到处乱砍 嘴里还喊 我老是看到他 说着要杀自己 然后就一刀一刀的砍仰自己 顿时血流如注 吓得小院慌不择路 闯进了女主任的房间 房间里有女主任还有保安 哦原来你这个保安还兼致司机呀 保安起身就要掐死他 突然一声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是老爷听到了动静 打过来询问的 女主任随便就搪塞了过去 小院也趁机从保安手里逃了出去 你跑我就赌 你赌我就跑 就这样 小院跑进了老爷的房间 原来老爷早就死了 只留下一副盘得发亮的骨架 小院当场被吓得晕了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 手脚被保安绑住 原来老爷已经死了三年 女主任只有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给老爷戴绿帽 而且花样繁多 夜夜升恶 炮火连天 老爷生前经常用剑虐待女主任 就喜欢听着女主任被虐的死去活来的 所以为了报复他 死了也要摆放成生前的样子 给他带了几百顶绿帽给他看 得知一切的小院现在只要回家 但是既然告诉你实情之后 哪有那么容易让你离开呢 况且再去哪里找这么高薪水的工作 翻来覆去想了一晚上 小院坦白的接受了一切 第二天老管家又开了新的菜单 小院竟然一边擦着汪妈的血迹 一边开心的模仿起老爷和管家 看起来像个傻姑娘 这时保安跟女主任又要外出 吩咐老管家照顾好老爷 离开之时 女主任还对着窗户跟老爷挥手告别 随后老管家也因为一点事要去邮局 只留下小院一人在家 想见妈妈留给自己的项链 不知道丢在哪里了 正好趁此聚会去寻找 果然在老爷的房间里发现了项链 找到项链正准备离开 老爷一把抓住了他 惊吓之下拔腿就跑 刚跑到楼梯口 女主任出现在他面前 小院又吓晕过去 再次醒来之后 是在女主任的房间 房间内一幅巨眼的画盯着他们 女主任告诉他 老爷已经死了三年了 根本不可能抓住他 现在王妈已经不在了 正在准备给小院涨工资 让他安心坐下去就好了 而且保安也离开了 女主任已经登报招聘 明天将会有更多年轻帅气的男人过来 老管家还没回来 小院不敢一个人在楼下睡 女主任只好留他在房间 并且给他磕料 吃药之后就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起来 不一会就晕倒了 恍惚中好像看到老爷拿着剑走了进来 对女主任实施了虐待 醒来之后小院发现一切如初 女主任安然的睡在旁边 觉得可能是做梦了吧 打开门一看 发现地上的项链首饰 顿时感觉不对劲 赶紧跑到女主任旁边蒙头大睡 自日一大堆男人前来应聘 女主任很快就看中了 巧舌如簧的卖花的小马哥 就让他留了下来 正好小院进来送茶水 被小马哥不小心撞翻了 两人算是认识了 女主任提醒小院 最近发生的事情 不要乱说 生性开朗的小马哥 很快就融入了新的环境 并且很快让原本沉闷的气氛 多了一些活泼 这天小马哥正准备开车带女主任外出 一个大妈拦在了车前 正是之前保安的母亲 女主任随口催了一句 就让老管家打发了 跟小马哥一路打情骂窍 并让他们在医院里种些玫瑰 第二天就开始在医院里准备起来 期间还开车送了一位医生出去 只见这位医生双腿发软 眼神迷离 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包里还放着花花公子杂志 只有女主任在楼上一脸满足 种花的工作 一直忙到深夜 小院也睡不着啊 跑出来溜弯 俩人一个朋友互相吓得半死 很明显小马哥并不是在种花 而是在挖什么东西 见被小院识破 只好说出是行 原来七八年前 这里是一片荒地 小马的哥哥 在这里买了一坛金币 临死前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小马 俩人正聊着 恶犬突然冲了过来 小院只好爬上主体躲避 正在这时 一双乌姬妈黑的手 抓住了他的腿 这腿真的是可以玩一年 因为是老爷的鬼魂 吓得小院又晕了过去 原来是小马借机开车 将小院抱了回来 现在的小院就如同王妈一样 呼喊着看到了老爷 并将老爷以死告诉了小马 小马根本不相信的 准备到老爷房间里一坛究竟 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现 正准备离开 突然被人打晕过去 第二天跟女主人外出挑选玫瑰花 只说脑袋被门夹晕了 晚上在小院的掩护下 小马哥继续挖坑找金币 一双手搭在了小院的肩头 他又差点下晕过去 原来是前来寻找儿子的那个大妈 小马也挖到了他儿子的帽子 但是并未发现尸体 这时三十说话的声音 惊动了女主人 小马正好说他想开小院子车 女主人说要开车找我呀 就让小马上楼 面对女主人的撩坡 小马根本不为所动 并且直接戳穿了他勾引男人 想做女王风的祭宝 女主人却告诉他 老爷根本没有死 小马哪里肯心呢 于是拖着女主人来到老爷的房间 果然有一个人坐在老爷的椅子上 小马以为是老管家 以为打晕他的也是老管家 没想到此人正是老爷 他真的没有死 只不过是个性无能 而且这些年一直控制着女主人 勾引男人回来 自己就躲在这里 通过墙上的巨眼画像 观看现场直播 然后就用剑杀死他们 将他们埋在花园里 说完这些 老爷就跟小马打了起来 这小马啊 其实是一名卧底警察 面对老爷的屁邪见法 小马只有招架之力 最后连同大妈在内 三人都被老爷刺伤 这时管家突然冲了过来 一把抱住老爷 原来老管家早就知道这一切 留在这里就只想当司机 那我一次就好啊 最后小燕在小马的指示下 赶忙跑去报警 气急败坏的老爷 最后一招天地同手 刺穿了老管家 这是田狗田狗 一无所有